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关于丑小鸭的故事 有一天鸭妈妈带着小鸭们在河里游泳 鸭妈妈带着小鸭们在河里游泳 然后其他的鸭子们看到丑小鸭看到丑小鸭 说你怎么这么丑啊,你怎么这么黑啊,你怎么这么丑,你怎么这么黑,黑,黑色 其他的鸭子们都对小鸭,对丑小鸭批评,批评他,说他,说他不好 丑小鸭很伤心,伤心,伤心的哭了 大家都对丑小鸭说啊,你怎么这么丑啊,你怎么这么黑啊,你根本就不是我们鸭子裙子 鸭子裙你的,你根本就不属于我们鸭子,因为你太丑了 丑小鸭很伤心,丑小鸭很伤心,哭哭哭 好,小鸭,丑小鸭很伤心,他决定离开家 他决定离开家 离开家,因为他想找到属于自己的家 其他的鸭子们,其他的鸭子们,其他的鸭子们都赶他 赶他走,说,丑小鸭太丑了,不属于鸭子 丑小鸭很伤心,他边走边哭 我想找到属于我自己的家 丑小鸭,丑小鸭说,丑小鸭看到远处 远处有一只天鹅 天鹅 他想,嗯,那是什么? 怎么这么漂亮? 那个飞着的鸟真的好漂亮 好美呀,天鹅 那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呢? 丑小鸭边走边响 好,过了一个冬天,一个冬天过去了 丑小鸭长大了 丑小鸭长大了 他在河里游泳啊,游啊,游啊 他看到水里面 水的倒影 水的倒影 他看到自己长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他看到河里的这个影子 觉得,哇,这是什么? 这个好美,好漂亮 和他很久以前看到的远处的天鹅 特别像 丑小鸭长大了之后 他发现,啊,原来我不是鸭子 我不是丑小鸭 我是一只美丽的天鹅 好,这个就是丑小鸭的故事 你们喜欢吗? 再见 好,谢谢